这本分盈利组织NPO食物宝典 食干病防治学术基金会执行长年孝金医师 以数十年食物经验著作而成 集结各行各业的解出人士 分享他们累积的智慧与保卫成功经验 投入NPO的缘分以及善念助人的故事 透过理论与食物的结合 介绍社会慈善事业与NPO起源 使命永续发展与创新转型等各层面 传递慈善领导力 这本书其实非常难得是 第一本本土化的NPO 就是费力组织经营管理的一个一门学问 那在食物上呢 把众人的智慧在短短的期间 酝酿成一门系统性的这个学问 集结成书 让大家可以在短时间的里面 如果要投入这个慈善的力量 如何学习它 立它共好的精神 然后传递这个慈善爱人的技巧跟力量 这个时间总共大概已经筹备了三四年 那这一门费力组织经营管理的课程 是在台大的通事课程 然后开设 那由台大所邀请 希望能够把这个食物的经验 传递给下一代 这个书名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人喜欢的一题 就是一个魔法的召唤术 那这个魔法的召唤术里面呢 有非常多位的智者 其实不止八位以上 那希望能够借由各个领域的专长都能够拥有一个交集点 就是他们在慈善以及非盈利组织付出的这个专业 比如说在人力资源或是行销管理或是财务的这个规划 贡献几例一起来传递这一门系统性的学问 其中呢在非盈利组织里面 干病防治学术基金会是一个使命明确型的一个非盈利组织的代表 因为呢它创立了就是全世界可以一起来学习的疾病防治的典范 也在2014年的时候代表我们台湾到欧洲的公共卫生论坛 去跟全世界一起分享 如果全世界想要做这样疾病的防治 其实可以来台湾效法干病防治的这个整个典范 那我们NPO做的事实上就是土力塔典 但是NPO的塔典呢 土力塔典的同时 没有私心不是为己是为了别人 刚刚主持人给讲过 我们从小就读青年所哲 第十条 主持人为快乐之辈 所以是帮助给自己为快乐的 可是我们在目前的社会分裂里面 好像住人这种氛围慢慢沉沦 社会风气的改变 那我们国家的善心这一块慢慢逐渐没有做这种事了 很可惜 但是NPO这个很重要 NPO 假如没有土力塔典 传选什么样我们怎么会有 假如没有几十年前的李国廷先生土力塔典 我们今天怎么会有台湾的富国神山排气店 对不对 大家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 假如没有我老师 孙美游教授他四十年前跟政府李国廷一起推动冰肝疫苗注射 我们今天四岁以下的年轻人怎么肝病肝癌那么少 就是因为在我们长辈他们突立他们这个举动 李小金也将台湾首部本土化NPO食物宝典的精彩内容拍摄成影片 并开设YouTube频道 透过多元传播管道 让大家有机会学习杰出人士的善念服务精神 教育部次长叶秉承也特地出席新书发表会 分享自身学习经历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办法好好形成公司 就很容易造成分裂 所以其实我自己过去接触到很多的NPO 我都看到说很多时候在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 那就出现问题 甚至有可能就挂掉 所以这里面NPO、NPO的经营管理 它的know how 这个其实是一个需要 但是我们在大学里面有很多管理学院 会有自己管理学院的课 怎么把一个公司把一个组织经营得很好 但是NPO怎么做 这件事情确实是 我想过去其实除了像冯老师有在开课之外 这个其实很多年轻人不见得 能够有这样的know how 所以我觉得连医师还有这个刚才许医师讲的那八仙 我觉得真的骗着大家 因为大家很无私的愿意把这个know how 写出来 通过这样的书来传递给很多小为台湾解决 或是为这个世界解决问题的年轻人 让他在这条路上可以更顺利 不会因为我刚才提到财务啦 还有内部的这个理念之争等等 这很多的问题 怎么样能够预先做好准备 让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做更smooth 可以更发挥更大的影响 去帮台湾解决问题 为师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是功德无量 我们在这个NPO之恋的这个导读影片 是由谢平翰导演跟星期三团队所制作 大家在影片里面就可以看到 很多这个有关于恋跟爱的这个阐述 那我们在于看待这个非逆组织 解决政府还做不到企业 还不想做的这些问题的时候 非逆组织发挥了极大的力量 那这个过程当中 很像是我们在谈恋爱的过程 就是从不知道茫茫大海 哪一个非逆组织是我们想要投入的 到我们知道我们选定了一个 我们喜欢的议题 想解决的社会的议题 就跟他谈一场恋爱一样 一直到热恋的高峰 然后呢共处一词共好 那到最后的时候 当然会遇到很多的这个问题 然后一起产生共鸣来解决它 为了传递慈善领导力 技嘉教育基金会 公益赞助一台价值超过 新台币五万元的高阶电竞笔店 民众分享新书内容 即观赏慈善领导力 NPO之链YouTube频道 而制作创意影片 就有机会可以得到 借此一起让社会充满慈善与爱的 温暖正能量 记者温暖军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助一位 请不吝点赞助一位 请不吝点赞助一位